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继续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接着上完书,咱们接着捋这个清准战争 哎,这是咱们铺垫这个十全武功的最后一期了 因为很快啊,我们就要进入这十全武功的第二功 清平准达尔的达瓦齐步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一段书下来,您就能看见这达瓦齐了 那咱们就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紧着班的往达瓦齐那边跑 那今儿咱们说谁啊,今儿咱们的主角啊,叫嘎尔丹侧灵 这嘎尔丹侧灵是谁呢,这嘎尔丹侧灵啊,就是策望阿拉布坦的长子 咱们有麻儿得说麻儿啊,咱们不能光捡这混蛋的不捡好的说 这嘎尔丹侧灵和他的父亲策望阿拉布坦 对维护边境的和平,防止着红毛鬼子沙俄人啊,入侵 都是啊,做出个贡献的 他们呢,和那个初代大汗想着呀,借助红毛鬼子沙俄的势力 来统一蒙古的嘎尔丹不同 抛开这个分裂主义这事啊,不聊 咱们倒是可以视他们为啊,这个有民族气节的人 雍正五年的时候,那年是1727年,这策望阿拉布坦呢,暴毙了 他就继承了父亲的寒位,于是呢,他先整顿了他的军事组织 哎,古今呢,他是一理的,强国梦的前头啊,那肯定得是先做这强军梦 要说呀,这嘎尔丹侧灵啊,他可真不是只会做梦那么简单 还是真有两把刷子,他呀,独立了军事组织,叫做昂吉 这只叫昂吉的军事组织啊,哎,全是骑兵,杀法骁勇 他们呀,只听命于大喊,别人是不能调遣的 并且呀,还专门组织了一千人的炮队 这个炮队呀,也有名字,叫做包沁呢 这一千人的包沁部队呀,是专门演练速射炮 那么这会儿的清准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 上文书咱们提到了,策望阿拉布坦 试图扶植自己呀,在西藏的傀儡势力 结果呀,让年羹摇摁的地下是一顿垮抽 青海、罗布藏增增的这个叛乱很快就平定了 不过这会儿的年的将军算是甩了 哎,获罪呀,被赐死在了狱中 那么这雍正皇帝是怎么想的呢 这雍正皇帝认为呀,不能如此善罢甘丘 应该呀,趁这个青海的兵力的部署还在 一鼓作气就平了准盖尔布 于是呢,就围绕着皇帝的方针政策呀 这大学士张庭玉就给这雍正皇帝出了一条主意 这条主意大体上啊,就是这样的 以这个富尔丹呢,为静边大将军,出北路阿尔泰 以这个岳中旗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巴里昆 一同围堵这嘎尔丹侧陵 那么他们就不怕这侧陵从北边投窜到这个漠北蒙古吗 说实话呀,这雍正皇帝还真不怕 因为这会儿的卡尔康蒙古啊,那儿的驻军驻防啊 可不像康熙二十七年那会儿那么的软弱 让这个卡尔丹呢,一下子就攻过来 并且在那儿铸守呢 是这康庸前三辈子这皇朝的亲府爱将 谁呀,侧陵 对了,他也叫侧陵 不过呀,是俄父布尔吉吉特侧陵 关于这位俄父的故事啊 咱们再讲这个十全武功的开头 也不是第四集啊,也不是第五集 咱们细讲过 在这儿啊,咱们就不忘身了疤痴了 总之您记住了就行了 这位俄父侧陵啊 那简直就是忠君爱国 是这友情一代这蒙古王公的典范 康熙皇帝的好姑爷 雍正皇帝的好妹夫 是这乾隆皇帝的好姑父 咱们再说说呀,这卡尔丹侧陵 那么这卡尔丹侧陵 他到底望没望这个漠北蒙古跑呢 哎,人家卡尔丹侧陵啊 自己是这么说的 他要东征外蒙 所以啊,他这个跨过了杭爱山 就和这个吐谢图寒部的首领 和这个大清朝的孤老爷子 侧陵俄夫见了面了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这两拨人呢,他有仇啊 这侧陵俄夫和这准嘎尔部啊 有亡国灭种的仇 要不接下,他也不至为在康熙年啊 避难到北京城 给人做了上门姑爷 那么这大仗将临的 那这双方的兵力又是如何呢?哎,也把那么寸三万 对了三万,杭尔丹侧陵啊 带着自己的亲兵 哎,您还记得这侧陵那只亲兵卫队叫什么吗? 对喽,叫昂吉 带着这个三万昂吉啊 就和这个俄夫侧陵的三万精兵 对了圆了 这一打起来呀 这杭尔丹侧陵才发现 自个儿这三万亲随呀 他不灵啊 打不过人家这个俄夫侧陵 手底这三万人 东突西沙呀 几场仗下来 这三万人呢 就变了几千了 再建一仗下来呀 这几千人呢 就变成了几百了 可是啊 这会儿亲兵啊 越聚越多 您可别忘了 还有两队八旗兵奔这赶的不是? 这杭尔丹侧陵啊 带着身边这几百亲随呀 在这墨北草原上 暴徒数窜 那也是无路可逃 就在这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的时候 他们突然发现呢 有一个河口 兵力部署啊 相对薄弱 军纪啊 比较松散 一打听才知道啊 原来这儿啊 驻守的是马尔赛的部队 要是算起来啊 他是这个 竞边大将军 傅尔丹 首席的一员副将 您可别小瞧这个副将 那爵位是很高的 马家是正经的 整黄旗满洲 这马家是您听着不耳熟吗 对喽 他就是啊 大学是一等中达宫 土海的孙子 那他现在是什么爵位啊 加一等轻车都尉 服远大将军副将 接到了围剿 嘎尔丹策灵的命令之后啊 不敢代谢 领着部队是一路狂奔 到了漠北 安营扎寨之后啊 接到了一封率令 让他率领本部 七千猛汉八级兵 驻守河口 严防这嘎尔丹策灵渡河头窜 那么这一封大帅令啊 是谁来的呢 就是这卡尔卡亲王 俄副策灵 接到这封率令之后啊 这马尔赛这气就别提了 为什么呀 我有大帅 我有本部的唐官 我呀 是这个亲命竞编 大将军 傅尔丹的副将 我怎么着 就得听你调遣了 还跟我这用兵法 还说什么 严防啊 卡尔丹策灵在河口逃窜 跟我显背兵法呀 我们祖上屠海屠军们 那是专门打蒙古人的 我爷爷当年呢 平定查哈尔叛乱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跑到我们爷们跟前 来显背兵法呀 所以说呀 这主帅一旦有了代谢之心呢 下边的兵士自然也是代谢 巡逻不好好巡逻 当差呀 也不好好当差了 野蛮那么寸 这卡尔丹策灵啊 就来到这个河口 看出了这个河口防御的松懈 也就是在这个河口 强度突围 在这七千兵士的眼皮底下 逃回了墨西 伊犁本部 自此啊 做了缩头乌龟 主抓经济 哎 不怎么出来惹事了 这雍正皇帝 想啊 如此的精心部署 严密的筹划 还是跑了贼囚 看样子呀 是天不该往准嘎尔啊 算来算去呀 这次战役跑了贼囚 那责任呢 完全就是在这 马尔赛身上 于是啊 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咔嚓一刀 这马尔赛呀 就找他土海爷爷去了 然后呢 厚赏了 这俄腹策灵 这雍正皇帝 也坐在养心殿里呀 掰开了手指头 脱了鞋袜呀 再掰开脚指头 在那一算呢 吃亏了 怎么吃亏了呢 看来这仗啊 是不能轻易的打 自己呀 推行金正 抠护缩缩 给这大清国库 攒下这点银子呀 只是这一仗下来呀 就去了大半 结果呀 还跑了囚守 虽然呢 粉碎了敌人主力 但是跑了贼头啊 也就等于这仗啊 算是白打了 这么打下去呀 绝对不是办法 哎 还是和谈吧 于是啊 这清准和谈 以这个阿尔泰山为界 西北进入了十年的和平期 到了1745年 那一年啊 已经是乾隆十年了 这蒙古高原的准盖尔韩国 爆发了大瘟疫 这瘟疫呀非常特别 到现在也没搞清楚 是什么瘟疫 反正啊 是人畜共得 挺大的大韩 盖尔丹侧灵啊 也没躲过去 就在乾隆十年的九月份呢 感染上了瘟疫 撒手人寰 死了 咱们呀 从这个林丹寒开始聊 聊到蒙古分三部 墨西墨北 墨南蒙古 康熙皇帝 亲征准盖尔 兄政皇帝 是用兵大西北 到了明天啊 可就该见镇阁的了 这清平准盖尔啊 就到了这乾隆皇帝 这边了 乾隆皇帝 十大武功之二 那就是清平 准盖尔 达瓦 齐步之战 要之后事如何 咱们窃听 下文 分解 给大家看 我尽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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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尽不及了 我尽不及了